材料清单,米叠香,一颗,土豆,小土豆,我用了五个,黑胡椒,可多,橄榄有两大勺,不可少,可多,不然会糊底海盖,也根据自己的口味试料,可以在第三步搅拌完的时候自己尝一下,烤箱预热220度,如果烤箱有循环风功能,最好用循环风,没有就用上下火。 土豆去皮切小块,过水中洗后,放入锅中煮大概五分钟,土豆要外面一圈是软的,里面适应的就可以捞出了注意,土豆千万不要切得很大块,我用的小土豆,都改了三四刀,所以如果太大块,烘烤的时间肯定不能是方子里的时间,也不会达到外皮碎,里面软弱的效果了,控水盛出后,加入盐,黑胡椒, 别香,橄榄油搅拌均匀注意,橄榄油可多但一定不能少,烤盘铺一层锡纸,在锡纸上抹一层橄榄油,再把土豆平铺在里面,入烤箱,烤20分钟,注意,观察土豆的情况,如果外焦里面就可取出了,如果不够,就要多增加烘烤时间,小切事一,每个人的烤箱可能会有不同,时间快到的时候, 要关注一下土豆的颜色,如果表面金黄,周围已经成随便了,就可以取出了,如果不够,就延长一些时间,时刻观察着,不要烤焦哦,要土豆切的大小,决定了烤烤时间,如果切的太大,就要增加时间,如果烤的量大,一定还要增加油量,跟香草的量。